教宗方濟閣在聖伯多禄廣場 還念三宗經之後 再一次為全球政治 向國際團體呼籲 教宗表示 現時仍然有時間 恢復二戰後 盛行的多邊主義精神 他指出 當時全球都意識到 需要共同努力 避免好像納粹主演 這一樣的悲劇 在另一個場合 教宗引用亞爾契德·加斯貝利 或者羅伯特·舒曼等政治家作為例子 他們是創立歐盟的關鍵人物 教宗稱讚 這是一個將人類團結 而不是分裂的項目